歡迎收聽今晚的《動物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玲 佐伯義 鏡花先生 介紹完一大堆之後 說話題性的作品 其實這一套都很話題性 廣告賣到幾行 可以用單集去賣廣告的 都真的比較少 只不過是有錢 今季最多人去討論 我想劇情上也算有話題性的作品 接下來要說的是 V從零開始的二世界生活 V只有可以的 我也明白 新版那時候說話題 我知道今天沒有來的夜行 其實他對這套作品覺得很悶 因為輪迴式寫作手法 當中的變化其實是很小的 尤其是最早期開始的時候 那個循環 因為他要讓你清楚知道循環的詳細狀態 那麼他就會在裏面一些 重複的橋段 其實一至三集裏面 我想應該說是由第一個事件 割搶者的事件裏面 其實那時候是最恐怖的 其實是循環到大家 有些是 我們每集只看十分鐘的劇情 那個感覺就像《無盡的百月》 梁公翠日那種 那好過《無盡之百月》 我覺得 其實很久以前 現在都有人在日本裏面 說 上當年 2008還是2006年 動畫多厲害 又寒蟬 又露露修 你想想 其實寒蟬 都有一些人受不了 例如我 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不過這個是有些不同的 我想也都 看到後面 為什麼相比起我們一至三集的時候 評價過 有些好處的地方 就是我們一至三集的時候 說那個故事變化不大 還有 那樣東西 我覺得沒那麼好 其實跟SUBARU自己的能力 作為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要靠一個很型的紅花 揭示幫他解決所有的事情 你覺得後面他有分別嗎 後面的確都要製造外力的 但至少我覺得SUBARU的行動 是多了著物 或者這樣說 其實現在的世代裏面 男主角的設定 基本上是煩人 甚至更甚的會去到無能的設定 說自己無能其實是屈肌的 但SUBARU真的無能 我覺得兩面的 其實大部分人 其實對SUBARU這個角色 本身是覺得 他是一個很討厭的角色 在一個定位上 問題在於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 就是作為平凡人 主角身邊的人 全部都是奇能而是 不過今次也是主角 不是奇能而是 所以令到就是 所有人的能力 那個落差是很大 你看到 基本上主角是沒有辦法 去完成一件事 尤其是在故事裏面 叫做三個 我叫做 在動畫版裏面 三個部分的故事 其實主角只不過是嘴炮型的角色 其實呢 用簡單一點的角度說 其實他是一個動漫界的 魏小寶 為什麼是魏小寶呢 為一個 只是借人家的能力去幫忙的人 你不覺得嗎 很像的 抱大腿 魏小寶也好一點 其實魏小寶本身 都有一些 法寶 可能是江湖勢力 但他沒有 也有一點 勢力三切不難之蝕 我或者這樣說 我的看法裏面 大家對Sulberl這個角色 這麼討厭的原因 是來自於一個什麼的感覺 同類相驗 這個就是你自己 我覺得很正常 甚至我覺得Sulberl 作為一個普通人 他已經算是很積極 還有有動腦之間的人 我覺得他不太差 因為你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去到那個世界 一樣就是無能 就這麼簡單 問題在於就是 這個是這些所謂 叫做 重生者 我叫做 過往也講過 一套生命重播的 這類型的作品 就是重生能力 不是我想發動 或者我可以放棄就放棄 他一定會觸發 這個是被動技能力 我死了就會回去 作為普通人的Sulberl 他沒有任何的特殊能力 這個世界也沒有給了什麼特別的外掛 他就是給了這個外掛 其實也足夠 我想那件事是比較難搞的地方 其實一開始都沒有什麼 因為他都自覺自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他做的行為行事為人都是OK 我想反而比較多 討厭的聲音那裡 會覺得他就是中段 Tampa 三步 他這個情緒是一個累積 因為作為一個可以死亡回歸的人 承受的心理壓力 他有一個很前提的前置條件 他不能夠跟別人說 而他每一個輪迴裡 他累積了的一些關係 或者一些互動 很可能是在下一個回帶裡 對他來說 我看著你 我其實是日數來的 我認識了你其實六天 但對那個人 你和他那個人的關係 其實實際上可能只有一天 對那個心理壓力來說 其實是很大 我想有心理壓力 還有那種暴力感很重要 我所有事情都徒勞無功 之前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這樣的 Subaru裡面很多他講的說話 即是說我已經很辛苦 很痛苦 那些是全部正常的 我想那一刻比較觸動到 那件事情 就是他講到自己很高 就是說我幫了Emilia很多事情 我做了事情都是我幫他的 但其實你要留意這件事情 就是你有多辛苦 和你有多討好 是兩件事來的 不是 同一個問題 只是玩單 我們觀眾時典也好 Subaru時典也好 他真的充很多力 他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孤零來的 但問題在其他人的事 他們記得的是 最後一彎的回憶 那些回憶裡面 Subaru其實沒怎麼做過 因為問題就是 本身消費猶的角色 是一個無力的角色 他其實是靠死亡回歸這個能力 去不停將事件的觸發順序 去編排好 他這裏的努力 作為一個宏觀神視點的觀眾 當然是說 你現在是拯救世界 現在那些人全部 是不是都一定要死 告訴你 你救了他 老實說 你救了他多少次 如果你計算Emilia多少次 其實他的個案 他跟骨色奇蹟那裏 是沒有分別 這個人是更慘 阿祥都說 我救了你這次 現在的故事已經結束了 沒有仇報 但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角色是要救完一次又一次 他心想 肯定要死完又死 很辛苦 你沒看臭小子樂園 救完之後 女兒覺得你有救過我嗎 沒有 他覺得你有 但是叫做什麼 在他的角度來說 沒錯 你是出了很多力 但是什麼 但是在Superman之中 我是 我出了多少 我是你想像中 出了一個努力成N 這個才是他內心的累積 還有就是 你解決了一次 這個我覺得其實是 我剛才會用骨色奇色 這個做的 我救了阿祥一次 你說這裏 大團結局 大家都說 我終於解決了這件事 幸福美好的生活 就已經等待我了 然後他告訴你 不好意思 其實還有Stay True Stay True 我覺得我們會令到 一些沒有骨色奇蹟的 聖眾誤解了他的動畫 去說什麼 不過其實是這樣的 Subaru那時候 有這樣的反應 對Emilia說的一些說話 正如剛剛 雪靈所說的 其實很正常 以他自己的視點來說 他當然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他是做了 別人見到的救贖 裡面的誠意 的努力 不過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 我會讚賞 編劇那裡 樂意去令到這個角色 做一些壞事 他真的創造了一個 平凡人出來 他不是一個 說 我為了拯救世界 未來 我無怨無悔 然後笑著灰飛煙滅 下次 我又重生 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其實如果不是 你就會不停覺得 每一件事都積極向前 每一個人都不會後悔 那你是一個神化的角色 或者這樣說 在村長者的事件裡 其實他要解決的事件不多 還有其實這裡就是 他始終 叫做什麼呢 他有個方向就是 看知他是可以放棄的 因為知道就是說 我離開事件 我就不會死 現在問題是 死亡觸發事件 是 我死了才會回歸的 我不死就不會回歸 問題是你人終有一死 一百年之後死了 你回到你的蘋果單 他沒有 其實他沒有做這一節 其實這一節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這一節其實你說的是什麼 當他不觸發這件事件 他生活了幾年 到壽終淨寢 死了之後 又會回到這裡 他就知道 如果他不確定這件事件 他沒有辦法去逃離這個論文 不過這個 是一個很極限的邊編方 他就告訴你 你沒有的 如果你不確定 你就逃不出 不過其實也有一點點的情節 因為我們記得 有個設定 就是Emilia裡面 Pakku那個精靈 其實如果Emilia死了 他會毀滅世界 所以其實照你來說 最後應該會出現這個情況 所以Emilia就是 那一期之內的牆 他真的不可以死 其實如果你在蘋果攤 放棄任務 走去的話 Emilia死了 精靈毀滅世界 你也會死 這個蘋果攤又會 或者這樣說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是 較早時期 其實已經要 提出這件事 就是說 因為這個其實 一個奇幻世界 就是 因為我覺得 他也是想做一個問題 他不想 好像Seguaro 做了一件事 就是 他不救他 我會死的 我要不停死 我會不停輪迴 這樣說到是什麼 只是一份 只是一份 迫著做的責任 而不像一個 叫做愛 或者喜歡的感情 其實應該這樣說 故事的第一部份 是很簡單的 Seguaro 還以一見鍾情 這位初唱式的女生 這個女生明知道 她有危機 她要找一件襟章 但她可以先放棄任務 去幫她 你當是一見鍾情 也好 為女犧牲也好 而做兵 如果你是做一庭輪 去救她 我覺得還可以的 最初來說 是簡單的事情 我想那件事是 編劇想說 她逃離不開這件事 而是想說 Super 很主動地幫助Amelia 甚至是 你說她第二部 這個叫做 大宅凶案殺人事件 的這一節 其實很老實說 她是救了Amelia 這次之後 她是上了一艘船 叫做什麼 你進入了第二部份 你不能回頭 第二部份 其實不是說Amelia 是說她死 所以第二部份 其實那個位置 其實是收窄了很多 而在這部份 其實最主要 就是提出其他主要的配角 甚至大家覺得 真女主角 真女主角的雷姆 其實如果用樹齡 我講的角度 第二部的重點 就是把死的主角 由Subaru 轉為真女主角的雷姆 就是第三部的重點 但最後她還是不知道怎樣 因為第二部的故事 其實無緣無故 第三天她不知為何 就死了 無緣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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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這件事 我甚至這樣說 如果她知道那個死法 其實跟中間裡 整個主線故事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隻狗 你不看牠 你不看牠 牠就不會咬你 你不咬牠 你就不會咬死 會被Namu殺死 反而牠自己做一些奇怪事 才會殺死 一般來說應該是不殺 牠那裡分了兩條線 首先就是因為牠被懷疑 牠是間諜 二 就是什麼呢 牠這個遊戲裡面 這個大宅生存遊戲裡面 牠要達成兩件事 第一 不要意外被狗咬中 中了就死 第二部分就是什麼 牠要爭取大宅裡面所有的人的信賴 而令到牠們不認為牠是間諜 而堆壞牠 不是 開頭我們 外視點看整件事 我們知道 但是如果是一個 你當Sumaru裡面的主視點 你看的話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事情 總之 屋裡面有個兇手 有個殺了牠 兇手在裡面之中 你也會這麼想 這家裡有個敵人 除了Emily之外 肯定那個女僕 會殺我 所以第二次事件好的地方 就是在於他建構到這套 做輪迴的時候 應該要做什麼 就是解清了每一個環節 這個環節裏面 只要解決到 牠就不死 這樣 這個令到故事推進好 而有趣的一件事 其實在貫衝整套作品裏面 Sylvano只是試過一次 自殺 對這些作品來說 就是當你知道有一個能力之後 其實你去到某一個觸發位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一件事就是什麼 去死 但是老實說 喂 死了 尤其是一個人 他在死亡方面 他已經是非常之有經驗 不是這樣說 其實有些真意 應該說 他死的時候 剛剛好是收拾情報 OK 我輸了 我下一彎 不會再死的了 我不會再死第二次 第一次 下一彎就會破老關 他有什麼事信 他才會死 否則他這樣死是白死 或者這樣說 他整個故事裏面 他沒有很刻意地利用死亡的能力 大膽地找線索 對他來說 死了 我下一次又回來了 這個是最有效的 用一些比較強硬的手段 去獲取一些情報 當然你說這個位置 其實SULBERLOW 不是說得很多 但是老實說 這個位置也是個淹底 我怎知道 是不是死了多少次 就怕無法 不是 後來說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發動能力 是不是真的有個廁所限 還有你中段可以看到 他每死一次 他身上的臭味會越來越濃 我怎知道 輪到8%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我也會害怕 還有死真的很痛 如非必要 當然是一命通關 還有最重要的是 其實SULBERLOW 是一個平凡人的設定 是的 我們都說那個平凡人的設定 因為這個故事裏 其實很多時候 你會覺得 SULBERLOW 想的一些策略 或者思考的方式 你會覺得是什麼 他是有平衡過安全風險的 他是先確保了自身的安全 的情況下去做一些行為 你不要管最後 他每一次通關之後 神勇的表現 他那些神勇表現 其實有少少是離開了個角色 甚至是 所以你會發覺 這套作品 跟另一套作品 有個很明顯的對比 就是鴉人 鴉人的戰術 全部是建基於 我怎樣玩的身體都可以 這邊就不是 這邊這傢伙是很怕死的 是完全兩樣東西 正常是怕死的 所以其實你見到 這兩個故事做的效果 也有個分別 鴉人做的那種原意 就是他為什麼可以 玩身體 玩到這條橋出來 這邊就不是了 這邊就是 他怎樣透過你去 玩個不死這件事 去拿不同的情報 但又刻意砌到這件事 而鴉人說這個其實 是一個挺好的 阿貴這個角色 對我們整個故事 在鴉人裏面 知道這個人是不正常的 這個人 這個人是過度理性的 這個人 是理性大魔王 這個人 但是鴉人這個角色 他只是一個很平衡 我也說 他能夠代入任何小市民的心態 老人教育兵 下去的 其實是 對他來說 很多時候他很簡單 他沒有想過一些很長遠的計劃 對他來說 當前的問題 他就要確定它 當然你說 在第二個故事裡 其實你說 第二個故事 比較浪費 其實是建構不同的角色 跟他之間的聯繫 最主要是雷武 當然 因為在他神勇 不正常應用的情況之下 雷武中三位力場 這件事 在故事裡來說 是很合理的 因為他是看到這個人 拼命的一面 這個真的不是三位力場 這個是用生命去換取回來的愛 知不知道前幾個回合 他被虐殺得多慘 大哥 我心裡陰影 誰有手拖腳 那種倒貼和那種信任 你們看得出來 當然你說雷武 是因為他過去的童年陰影 令到他產生 有一個人肯相信他 當然我覺得 這個位置就說 終於找到那種信 還要拼命救我 我還是一個普通人來 對他的信任 的膨脹程度 我覺得是合理的 跟那個角色 其實是合理的 我們嘲笑三位力場 因為三位力場 那個角色 你無緣無故上了身 喜歡他 這裏你不會有的感覺 這裏你不會有的感覺 我跟其他穿越作品 裡面 這裏你不會有的感覺 因為這裏你不會有的感覺 我會有的感覺 我會有的感覺 為何不理解我 其實想反襯 雷武的無條件 他無條件 是信任 無條件 是珍惜 讓他擬救 嘗嘗 這才能抑壓了 那裡的 高畢 反而是褒揚了 雷武這角色 是多麼好 或是他經過了 那麽多次的死亡輪迴 他成功後 對他來說 會有了一個 自信 可能是一個虛假的自信 不过你死了十世了 就是因为Emilia这个角色 就算看第二部里面他也有死的成分 不过你说他不一定能复制到的事件 对他来说只要他的安全 只能够是我保护 因为对他来说是什么 他死了我死后回头 我都可以保住你 不適其职 这个自信对比他这个能力来说 在我们的角度来说是完全合理的 也就是如果作为一个说 我有这个能力 我跟你说我一定能保护这个人 他一定可以长命八岁 百年龟老 老实说我也觉得 我摆明是你的守护天使 是不是工具人 是不是兵这个问题 你不要去讨论 你不可以把这个无常的爱当 写这个工具人的我不让你这样说 《黄刀》这一节里面 因为故事舞台扩大了 去到国王选举的环节里面 其实前面的环节是什么呢 全部都是说可能是比较个人的人际关系 或者个人的能力的战斗能力也好 其实只是一个小事的制御 就是一个日的制御 但是这个牵涉了很细 突然之间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是什么呢 更加反映了舒华劳的秒小 就是什么呢 你根本是什么都不懂的 你是一个low body 其实这个对比都挺明显的 因为你想想大者里面 某程度上是由五个人 转变到第三章是由五个势力 所以那个复杂度 你看到其实他件事做得很有趣的 就是你要去第二章 因为他件事 他解决件事 是不是都在一间屋里 就是金田一那些 大家在一个旅馆里 搞来搞去都这几个人 但是他去到黄刀 其实他没有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他又会去其他地方 那其实他人制的关系 其实那个确展是收窄了杂数 这件事集中的推演 就是魔女教那边 就不会是纯人制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异世界的常识问题 就是我们说的 苹果也好 国王也好 騎士也好 那你的听名字 我当然知道什么叫騎士 国王 但definition 详细的解释是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 或者这么说 其实那三个轮回里面 其实我自己个人 真的比较喜欢第三个轮回 我比较喜欢第三个轮回 是什么呢 前半部分 人们认为就是 超过你最不堪入目的部分 反而那部分 其实是最好看的 因为 叫做什么呢 人们会觉得 后面可能说 很棒 喜欢收成的 是什么呢 是前半部分 但那些痛苦的经验 因为之前的痛苦的经验 都是什么 你无端端死去 那不是一种精神的打击 尤其是我最喜欢的 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我忘记了 书来第几次死亡之后 然后他去找不同势力的人 希望去帮忙去救人的时候 他那种就说 真的好像可能 帮帮忙 畢竟都聊过两句话 好感度都聊十 即是被现实激倒了 那些人全部都是什么 他用一个势力的思维 或者是什么 其实 当你是一个奇子去利用 无论在情报方面 在你身上套你的情报出来 他怎样有效利用你这个人 将这些东西用得临利尽致 然后将他整个叫什么 精神and物理性激倒 破布丢了他 始终他的问题就是 OK 我当你是Amelia阵营的人 但是 你不是一个可交易的对象 你是属于一个可套料的对象 所以其实那个位置就是顺灵欲 所以正如刚刚那里说 当去到黄都事件 就是着眼于什么 他不配做Amelia 其实他就是no body 在那么多的势力里面 你有什么可以给到我 没有 叫做国王的选举大会 一开始的时候 他做出了的行为 其实这里的位置 开始我都会想个问题就是 第三步究竟的save point 究竟是在哪个位置 他的save point 很有趣 save point不是他们入王都之前 是入王都之前 就是发生了这件叫做什么 SILVERALU自己 说自己的底限 究竟有多低的事件 充满恶意 没得洗底 其实基本上 你说中间里面 所有人 其实他要重新 被人建立起什么呢 他的价值 他自己 对他来说 他不是纯粹就是靠 死亡人 或者他更加是什么 他是更加墮入这个世界 因为之前说的其实是什么 你的人際交往能力有多强 现在说的就是 你在这个世界的舞台里面 究竟你可以担当一个什么 角色 当然他利用的是他死亡人 不是他套情报的人 而是什么呢 大魔王在这个角色 臨死之前都要跟你说一句 哈哈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安心去死吧 然后他死了 然后他回来 他真的知道了这个情况 这个完全是game的setting 通常现在的game 就是你死了之后 会给一些提示 你怎么过关 这个就是这样 他死了几次 拿到那些情报之后 就可以去交易 但我觉得好的地方 就是至少他告诉你 就是Suma 就是一个普通人 如何有学习 如何有成长 最后如何去解套 感动的位置 就是这个地方 他学会如何跟人交易 如何跟人结盟 他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很简单 以前打机 没有wiki 没有讨论的时候 你要试一次 要暂时才打入 打是打不入 要火熟性才有效 就是这样的情况 都一样的 Suma 这个角色 其实我不算成长 其实他 没有成长 基本上 他是一个心态的转变 只不过 尤其是第三部 那个心态的转变 就是什么 开始他尝试努力 去解决事情 接着他发觉就是什么 这个烂游戏 是不可能攻略的 靠自己 或者靠他现在 现在现有身边的棋子 其实是不可能 去解决事件 他需要更加多的东西 但是叫做什么 那些烂游戏 就在一个最尴尬的位置 是他的评价 是他人们对他的态度 对他的感觉 最低点的时候 开始 他真是第三部 真正意义上 他真是从零 甚至从负开始 负数开始 不过都说得对 这个心态上的转变 其实都很正确 尤其是想起 他跟Emilia 那时候吵架的程度 就是他以为 只是在世界中心 他以为所有事情 都是我的死亡回忆解决的 所以之后 他会觉得 我随便求人 就会帮到手 为什么我去到那地方 就能够 因为我所有东西 都可以解决到 他只是过不了原来不是这样 走去跟人结密 走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心态上的转变 就是这个心态上的转变 尤其是叫做 雷武和他 在其中一次轮迴里面的对白 尤其是雷武在每一次轮迴里面 其实你看到 他完全是无悔地 将付出他所有 去拯救舒华道这个角色 哪怕是死 基本上 始终是他先死 还要是每次死 每次越死越獵奇 再死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也没所谓 你看着他死 还要加上魔女教 那样的海岸 将一些扭到扯线公仔 精神獵奇 这个位置里面 对他来说 其实他知道 雷武这个女孩 真的愿意为自己 付出责 而问题就是 只要他回去救他 好像是雷武必定会死 没有 就是命运石之门 只要有一个 要么是助手 要么是你隔壁出门 他又未去到那么明 但在他的眼中有什么 只要他回去 似乎这件事件 好像是很难避免 他也不知道怎样避免 他突然说 一开始我看这一套 里面的人就说 不如穿草 其实对他穿草 我觉得 现在女孩又有件 有个愿意跟你一生一世 起在一起的人 他想结婚生子 即是雷武有了计划 还有计划 还有计划 人生规划 所以也明白 为什么每一个角色 会这么受欢迎 通常我们看动漫的时候 都会觉得 那个印象就是 为什么主角和女角 要配成一对 就是因为他们付出了多少 经历了多少 所以你也明白 苏玛娜拒绝了雷武的时候 那些人会觉得 为什么你要这样 你明白的 不是不是 雷武的角色 就是我们平常见的 穿越作不免的女主角 男主走下去 他会倒帖给你 无怨无悔跟着你 你不用拒绝了 他会跟着一世 你这种角色 其实不是 你要去定位一件事 在整套作品里面 Emilia的角色 她是一种女神的角色 即是像公主 对她来说 是一个 对男主角 或者对角色来说 她是一个遥不可及 神圣高贵到不幸的形象 即是她被女神化了 就是简单说 一个是星矢的兵 一个是雅典男 你不是说是生命吗 是 燃烧你的小宇宙 位置上 其实 Sulva也说 她不是先遇到Emilia 雷武就一定贏了 但这个没有涉及贏不贏的问题 Emilia 她第一次 对她来说 那个意义 在她进来这个世界 无助的时候 尤其是中学年她知道 她第一次拯救她 她第一次拯救她 她将自己的皇位资格 放弃了而去拯救她 这件事 对她来说 那个冲击力太强 就是我不报答她 这件事 我接受不了其他人 说实际上是制约的问题 就是简单来说 这个就是等于 你化物语里面 阿梁牧彤 就说你如果不是 战长员 战长员 先守了的话 虎子 一百条街 他会贏 同样道理 为什么雷某这么喜欢 小白雷 因为苏女帝这么决定 救她 大家的心目中 对大家 其实都是这样的看法 但这个没有说 对不错 有一条人形伤 而问题在于 Emilia在故事里面 其实她没有一个很立体 去讲解这个角色 因为其实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因为 会穿近的问题 因為不能解釋這個角色 大家一看就知道這個角色肯定是跟世界的主族 甚至跟魔女那邊是有關係的 很明顯就是他不能說他 變成一個女神型的角色最合理化 但這個角色亦是最不貼地 或者不能夠引起讀者或者觀眾的共鳴 最慘的是他不能解釋這個角色之餘 還要讓角色參與劇情的角色很少 其實這集都是主角 整集都是他的氣氛 Emilia在哪裏就不見了 所以你也明白為何人會偏向喜歡你 因為你的表現比較多 你要知道Emilia如果用一套正常的動畫 只會在OP裏才會叫Double O的電視機 這個更糟糕他們的OP都沒有了 沒有關係 因為這套是第一身視點 用Sylvah來的視點 他不是用第三身視點 若一身你可能見到公主Emilia 在屋子裡看視視 但這個沒有 我或者這樣說 這個跟其實你無論禁書目錄那類型 因為對角色來說 沒錯我們用Sylvah來的視點去看整個故事 整個故事都是由這個視點去出發 問題是甚麼 角色的能力和角色的崗位 就是雷姆和她是可以 並肯定站在同一個視點裡 即是對她來說 一個執事一個女僕 那你當然要記住一條拉 而Emilia作為一個叫做 王國繼承的候選者 以及她的戰力 你就知道Sylvah來根本不可能站在她旁邊 而變相是甚麼 他們的交接其實是很少的 你最後算是好少少 Sylvah來做了一個騎士 Sylvah來好像拉近了少少 但其實也不是同一條線 其實也不是的 尤其是你看到一個問題 在第三部裏面 其實是甚麼呢 叫做這個八瓶的土伐戰裏面 你看到雷姆是輔助Sylvah來 確保她不死 當然是 令到她可以上戰場 令到她可以 而當中 我不說八瓶那幾 令到Sylvah來是逆了天 她是可以做出了很多 就是我們真的慣常看 在這一類型的作品主角的威能 被人死了上天 還可以站在上面大笑 我第一個問題是 你是不是會掉下來 所以下一幕 你看到她已經趴在那裡了 她只是認了她一刻 白瓶這一場的戰役裏面 她是強制要雷姆退場 那一刻很明顯是甚麼 是強行來的 因為雷姆在每一個鏡頭 大家可以看就是 在過往每一個鏡頭 只要有Sylvah來旁邊的話 無論後面或是前面或是旁邊 一定是雷姆來的 那問題就來了 你在救人的時候 就問一個英雄救了 然後就是甚麼 自己有一條女兒 都坐在旁邊 是很異樣的 不會的 一起抱在一起就可以了 你現在胸襟 不要緊的 雷姆那裡已經是分開了去放閃 已經有一個資源的分配 有一集最後是給她的 之後就要陷入尋碎 甚至是你看到就是 叫做甚麼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但老實說 在白瓶攻略戰之後 Sylvah來跟雷姆 道別 那一幕 跟Emilia的失寢 老實說 我覺得是輸了 為甚麼輸了 原因是因為甚麼 不是角色造型 或是甚麼 原因是因為 真的是鋪陳的問題 那邊是共患 那邊是甚麼 單方面的拯救 然後說 你夠了嗎 給你糖果吃 冰 我不否認他是冰這個問題 其實是 但是 你看到那個位置 其實你覺得不像結局 那邊覺得很淡 其實 那邊也不覺得 蘇華萊排除了曼蘭去做一件事 得出來的結果 好像沒甚麼 因為你覺得這條女兒 跟她的交接其實都是沒甚麼 所以其實最後都是一個可歌可憂的冰 你終於成為冰了 你明白 只要主人工 蘇華萊開心就多了 蘇華萊和他約會很開心 見到人家可以七十一日睡 看到女神的樣子 又很開心 他很幸福 他真是星矢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最後蘇華萊要做甚麼 要還回一件衣服 還回一件性衣 所以其實蘇華萊當時 他說那個感動位 suppose的感動位 就是排除萬難 我做了所有的事情 會這麼多 就是為了見你一面和你示愛 還不是做兵 而諷刺味道最重的 我不是說其他寫得不好 大家不要瞞 我覺得其他寫得很好 因為其他寫得很好 蘇華萊和雷姆 蘇華萊和劍鬼的阿爺 蘇華萊和紫色頭髮的那個人 你覺得他們那個 還有就是用水術治療那個人 你覺得他們的感情是有在 他們殺他那一下 華萊姆說我要親手殺死一個朋友 我不管是否去到很高的位置 但他們說要殺死一個朋友 那種感覺就是 他們當中 尤其是輪迴回來之後 即使不會記得上一個輪迴發生甚麼事 但你知道就是甚麼 其實他們當中就是甚麼 他們有些心意解開了 就可以跨進這一步 但Emilia是沒有這一步的 故事的張力就是鋪陳那一件事 他們那時候殺死就是因為他們兩個經歷了很多 三個人 所以你要殺死一個戰友 那時候你覺得是沉重的 或者Yuli和他化敵 唯有一起打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人其實是感情上有增長 感情上 所以你反而會覺得那些人好像再去感動一點 但這個是單方面的愛 去到最後 其實你可以想想 Emilia這套事裡面 跟Subaru的關係 是僅比某一個女國好 而那個就是卷卷頭的Beador 即是他經常病在圖書館那個 你想想第二章的關係 跟他整集的Emilia的關係 其實是好似的 是僅僅好一點 甚至第二章的時候Bagger的關係 跟Emilia是更好 因為他至少拯救過Subaru 也肯回答他的問題很久 就是 阿淑女是最終冰棋 他不出來 不是 他在陣地 他確定了他 不要來開房間 沒辦法 但Yuli其實很厲害 你看到林下最後 你就是我的眼睛 我閉上眼睛打我 我送你 這個感情 你會看到這套東西裡面 能夠觸動到觀眾的 兩種關係的活動 其實很簡單 甚至是回憶片段裡面的 執事爺爺 和劍勝之間 其實他那裡的故事 是可過可寄的故事 一個平凡的劍士 為了令到天才的劍士 可以放下他的劍 然後一直努力的故事 而最後他死了 那就是Smallow的過去 又是一個普通人 要將一位公主那麼高級的東西 你要追他 是沒有的 你說得對的 其實 裡面是很近似 一個平凡人 如何去登峰造極 守護自己心外的人 還有劍鬼和Smallow說過 你再多練十幾二十年 應該有這樣的水準 但是重點是什麼 就是他們兩個是心心相忍的 他有一個互動在裡面 其實我一早就看中了你了 我覺得我喜歡你 不過因為我的才能 和我的能力 我不能夠逃離 我的命運 然後男主角 為了讓女主角 可以放下他的枷鎖 而努力 這個故事 最終就是 他在白瓊功內戰裡 狗義殘了那麼久 就是為了 和他報仇 還有其實 印證一件事 其實是什麼呢 他的妻子 劍聖 姐姐 不是這次 不是 萊姆克武 這個劍聖 就是說 他不是被你弱的 不是說Emilia的角色 有什麼做錯了 或者他有什麼 很不吸引 甚至我覺得他最後 和Subaru說的話 都是很真心的 純粹Emilia的角色 就是那個悲劇的地方 是在於他什麼 設定本身已經放死了他的位置 很難 比觀眾一頭 更多成功 而不是單止Emilia這個角色 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有幾個角色 你都不知道他出場來做什麼 第一個劍聖 劍聖 來一刻沒有 你出場之後 找你的時候 說沒有 我出差 我出差 你明白 他不出差 他在那裡的話 小塊搞定了 問題就是 你一開始在村長者的故事裡面 我看到 Subaru好像得到一個 很有力的角色 但這個有力的角色 經常都是什麼 沒有嘗試 offline 你破不了大腿 a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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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我就覺得 你想怎樣 不過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角色 後面會再多些劇情 因為他之後做黃刀選舉 應該會多些 他跟Emilia的角色 因為他是屬於原作裡面的後期的角色 所以前期裡面 他是零表現 但是奈何第一 這個角色已經出場 而 他應該是一個很強力的同伴 十爽登場 然後afk 即是欺騙了 Subaru 甚至你剛才說 卷卷頭那位的選舉者 一樣 他又是一個很強勢 譯出他好像有很多秘密 他還帶上頭盔那個 那個騎士 又好像有fander 又好像有些東西 但接著他說什麼 沒事的 不是 唯一的作用就是 給他舔腳 給他做狗 給Subaru 你能令到Subaru 在那個處境之下 可以低戰到什麼地步 原來他有些氣氛多些 不過動畫減了 對動畫減了 而且我相信 都是去到黃刀選舉 會再講久一點 不要緊的 有MOD玩的 有MOD玩的 邊商其實是 除了Field 之外 其實將所有的黃刀 這兩季的故事 已經將整個黃刀的人 其實候選者 他們的立場 已經很清晰地表明了出來 其實就是他們為了什麼 而比較模糊的 其實是Field 因為他那種說 他貴恩了 我擺明什麼 我擺明拆台 而第二個 不是很清晰的 就是因為 那種類型的 不清晰 就是Hemidia的角色 又要拯救全世界 全世界幸福 這是一種很曖昧的概念 應該是有一點 要講述他的背景 才知道 為什麼要這麼想 而另外那三個 其實很明顯 質向了 他們想建立一個 什麼的角度 在裡面 所以其實 雖然那些角色 講得不行 因為講得最多的角色 就是用劍 那個小丑 這個角色 甚至最後 其實我覺得 在白瓶的親密傳裡面 其實他是為了什麼 這個人其實是一個 給評價的NPC 因為 Sylverley的評價 Sylverley的評價 在每一次輪迴裡面 其實都是由他給出來的 你真是一個 什麼都不懂 你真是一個 什麼都不懂的人 然後就告訴他 你作為一個 白瓶的人 如果根據你這份公職 我都想 立你為我旗下的部畫 那種的評價 和對他的交涉 其實是由這些角色 去給出來的 其實是 這些角色叫做什麼 有一定的 因為有實力 在這個世界當台裡面 最有實力的 其中一部分人 他給這個評價 酷了 嗯 你厲害的 雖然你弱 但是你厲害的 相信我 我做制裁 不過這套動畫 其實也有個好的位置 就是他做之後 那些劇情會覺得 很有追看性 這麼緊張 就是因為他很專心 他很專心就是 拍我輪迴的時候 他要被人怎麼折望 之後怎樣去 成就回那個事情 是越過困難 他就沒什麼 怎麼說其他事情 魔法的事情 其實都不重要 我覺得 他之後要講那些 黃刀選舉 可能還沒講 但是這次都不講那麼多 都是好事 專心去做 那些事情的死亡輪迴 是怎樣令那個人 經歷困難 這些事情是好的 所以才令那個劇情夠緊臭 這個位置就是 或者這麼說 因為其實你說死亡輪迴 那個位置 就不得不提 就是台南這個大祭司 和SILVER女之間的角力 當然這個大祭司 也是深入民心的 我覺得是排在雷武之後 其實大家對這個角色 簡直是印象深刻 他們本身上季是CPA 還是再上季 是神大人 也有CPA 在這個功課裡面 其實解釋得最多 就是剛才鏡花所說 其實他深化講了 死亡迴歸的能力 的一些設定 其實這個設定 他一開始都是沒有講 或者其實這套作品裡面 其實是沒有什麼 叫做仔細的設定 能力上的仔細設定 唯一的能力仔細設定 其實只有死亡迴歸這個能力 也其實不屬於一個叫做系統的東西 它是一個獨立special的能力 其他的你看到那些人 就算突然之間可以斬光劍 突然之間可以拿著劍 在那裡劏土 那些東西 我都說你不要管 那些奇幻作品的東西 他強 就是這麼簡單 對 他沒有好解釋 就算突然間有個孔 可以射出來 他沒有說這個世界 其實整套作品裡面 從來沒有說過這個東西 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力量 其實你唯一知道的是什麼 有一種叫做家戶的東西 其實這個家戶等同於是什麼 不是大家很留意 就是很久之前有一套 叫做問題二 來自異世界 那種叫做印刺 類似那種的能力 其實他也有說其他魔法 但在第二章 那種叫做魔法 你看看你有什麼屬性 你有陰的屬性 最後用來鋪的魔術 怎麼出奇制性 還有水屬性的字 他有說過 他沒有魔法才能 你連了氣 所以就沒有說 那你沒有說 因為視點是超級魔法 那你不接魔法 這個是好事 正如我們之前說過 就是你不挖手 就掉到那個坑裡 你不要說那麼多 其實反而就沒事了 因為其實最無謂的 其實叫做創造劇情 就是什麼 SULVALU的LIFE GATE 那個位 他受損了 他要去 不如說他受傷算數 不如你是不是說他 不知什麼受傷 或者助手 要去黃都有才能解到家 其實更加簡單 反而你解到什麼 一個叫LIFE GATE 反而我是不明白 你想做什麼 其實 然後你又見到這個人 好像是沒有影響 我們一直強調一件事 你不想說的話 你不如 你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告訴我 這個世界有魔法 魔法就是這樣分屬性 魔力就是由人身上產生 就算數吧 所以是好 最專心的地方 就是一個題材 死亡回歸 就只是說他 而死亡回歸 其實他也是 他打贏的 其實你說 當然 有少少是出cheat 應該說 因為他是 等大祭司上了他身後 然後 然後講禁語 令到魔女 其實他都不知道 但他估計 是用魔女的能力 去將他驅逐 但其實這個完全沒有根據 或者是什麼 沒有去細緻研究過 死亡回歸 能力的東西 底下裡面 的一個 不知道什麼的賭注 沒辦法的 你看到劇情很多時候 要解套最後 都是靠這件事 因為大祭司的能力 你明明是很屈的 你不是實際 你哪一個人中一致死 你不知道他有什麼 下致死 還有什麼新招 還有我想他也是薄 薄最多死了之後 我回生再來一次 也是 我覺得他是這樣的 我不可能是這麼薄 尤其說到很配合 就是跟尤利 其實是說到 我跟他有配合 他預計了是會上身 然後用這個去解決 是的 但這件事其實 在故事來說 雖然那個位 有些人可能不好 但其實 如果你作為一個 純粹是一個邏輯 設定去說的話 是不通的 因為他沒有解釋過這件事 有些理想當然化 是的 他這裏有少少理想當然化 但是叫做什麼 那一刻是說 由你跟他之間的友情 差點說了 順念 順任 對他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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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解決了 你跟我說設定 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最後兩集 我自己覺得是一般的 第一就是有這些位置 第二就是 無緣無故 他又要死一次 然後無聲無聲 雷武退了一場 就已經沒人知道了 我覺得白瓶 雖然白瓶戰 比較壯烈 因為白瓶 尤其是白瓶 他推到最高點 白瓶戰 尤其是最後 就是他領著握手 那時候 其實我覺得已經結束 所以不是就是 Emilia的角色 多麼慘 多麼多餘 到他的角色 氣氛反而是沒有那麼好的 你錯了 主線任務是叫Emilia 白瓶是中間內裔的 支線任務 但問題就是 現在的支線任務 是搶走主線任務 而支線任務就是 支線任務的女主角 是雷武 還有你知道嗎 你這樣說是不對的 這個支線任務 是每個人都欠做名流青絲的 你的主線任務 是小事 跟生物是沒有分別的 那隻白瓶才是最難打的 那些魔女教的 所謂的雀仔做什麼 神修 所以其實是被人搶了 這套東西 雖然他有些 但其實他是擅長 將讀者或觀眾的視線轉移了 無論我剛才說完 這個死亡無敵的能力 其實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一節就是什麼 Silva Lou 在白瓶攻略戰之前的談判 他的籌碼就是開彩拳 那位其實是什麼 有說過的嗎 什麼來的 動畫剪掉而已 那個擴散的開采拳 我說是 動畫在這裡說 他沒有說過 而這個位置就說 而問題就是什麼 老闆 那個好像是領主的東西 你是什麼來的 你只是執事 那一刻是沒有辦法的 那一刻其實那個談判 是有些強行來的 應該可以加他的 雷姆交代 一本身是雷姆 就是領主給雷姆 雷姆再給他的 這個權利 動畫剪掉這部分 你不知道 你沒辦法可以做談判 你之前才說 你沒有籌碼 這個我覺得 其實在 SULVALU的 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是重要的 我唯獨 你說 死亡回歸的能力 你可能因為會破噴的關係 因為我沒有看原作 可能會破噴的關係 所以你不說 我覺得我理解 但是這一節裡面 你不能說 因為這一節是屬於這一節 故事裡面的一個核心 你怎樣去集齊你的籌碼 即使你正願出書 就是什麼 你是靠死亡去獲得情報 回來 我知道 我猜到你的了 這一個的橋段也好 這一個最重要的 這個其實反而是什麼 白瓊功能誌最重要的籌碼 因為利益 大家是跟你說利益 他很多時候 作者的解套方法 是沒有很周長的 我不知道是可能 再周長一點 但是 他要拼湊一些元素 給他的時候 永遠都是 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動畫裡面 這一幕其實是什麼 很強烈地 將觀眾的視線轉移 就是什麼 因為雷姆和SILVALU 那段心情對話之後 大家的愛的告白之後 然後成功轉移了視線 大家可能會說 咦?我是不是看漏了一些東西 不要緊 總之有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如果細緻我們說 是會產生 怎麼來的 如果我再細心想 就是過了那個感動之後 你會回到 那些東西怎麼來的 那些糟糕 這一幕 我覺得在轉移視線 在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是幾成功的 因為很多的設定 我都是說 有些我都是在那一刻 我都沒有很久 之後我回到去想 咦?好像沒有說的 至少看這套東西 你會不會說 咦?你說什麼 其實你看到很明顯 第一、第二部的故事 因為動畫來講 它變得很完整 第三部開始 不斷飛的時候 你會發覺 一些很重要 因為有些輪迴很重要 就是它的籌碼 它拿到的MISSION 每一個彎裡面 它拿到的情報 多少 但如果你剪掉一部份 你到後面會解不通 因為前面已經沒有出來 是的 故事其實到這一節 其實我覺得 它這個的緣 我相信它真的會有 它再有 其實應該會添食 我覺得這套東西 未必 小說都沒寫過 已經追過小說了 即是文庫版 網絡版就不算了 我覺得它可以唱OVA 是的 我覺得可以的 即是浪費的故事 其實 你也說 跟剛才阿佑 我想說要等原作累積 你說叫做近年 看這一類型奇幻作品 其實它算是一套不錯的 其實真的 因為對我來說 大家討厭的其實是 一個完全沒有主角威能的主角 很簡單 因為這幾年我們都說 這幾年初作品 你的主角很厲害 不是很厲害 是甚麼 要是剛才跟阿佑 所說 可能是很厲害 要是說它廢 但它一點都不廢 哥哥 哥哥大人 要是它真是很廢 Agora那些 這一套 一個星斗市民 它真是一個星斗市民 它真是完全 已經譯了一個星斗市民 進入了異世界之後 買完粟米片之後 你會怎樣去面對 這個世界的一切 尤其是甚麼呢 你看到這些作品 有一個很流行的橋段 就是甚麼呢 憑著我多年遊戲的經驗 我看死你會這樣做 告訴你 我看穿了 你一定出負我屬性魔法 我用 我整門水在後面 你一含你就懂 告訴你 你又知道 尤其是這個作品 其實現在大家很想看到 就是這個男主角 是典型的那種 是甚麼呢 好像很有遊戲 或動漫知識 somehouse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背景是被人代入的 但這些知識 在異世界裡 是一個利器 無往而不利 但這套作品 不是這套作品 但其實我又覺得完全是 因為他第一章 那時候 男主角仍然抱著一種概念 就是這些遊戲位 就會出現一些甚麼 但去到後面 是沒有了 所以他第一章是有這些 實際上 這個遊戲 始終不是遊戲 你將遊戲的知識套下去 會出事 或者第二百 或者你將你 你認知的異世界知識 套進這個異世界裡 去用 就是不用 所以剛才 I am 都說過 在頭的故事裡 他有用過這些痕 但之後其實已經不用 因為沒有用 但你見其他作品 或多或少都會有 就是在某一個時機 他都會拿這些痕 但這套作品 顯然其實沒有 當然問題就是 我已經死得開漢了 大哥 你這個人還可以開玩笑 他一定不是一個正常人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角色的營造上 最好的其實我覺得 你一直不說 雖然大家好去不大 一定是SULFAREL這個角色 我不管大家 是否同類商驗 或者是 他是一個很貼地的角色 大家要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 就是我們可能就是 SULFAREL這類型的角色 都是一開始少一句 他做得一個角色好 和做得一個角色討好 是兩件事 他現在的角色是做得好 但他不討好 因為不討好的原因就是 老實說 我們討好的東西就是 十萬個鏡頭看著你的話 我當然是跟你說 放心 交給我 然後如果你試試 一個鏡頭都沒有看著你 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 叫你去死 你彈開 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我覺得其實是 現在是 整班人沒有的 只要我們在看一個 Live Show 在SULFAREL的二世界Live Show 他們說 這傢伙簡直是戰鬥出街 如果給我我不會這樣做 但我很相信 百分之九十 不知多少的人 都會跟他做差不多的行動 其實是 不要把自己平衡更高 只要一句 是的 人性的東西 跟Deadpool一樣 我不是說各位觀眾 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們可能選取的 都是一個利己的選擇 其實SULFAREL的 都是一個利己的選擇 最後他都是說 我終於知道 他承認了一件事 我就是個混蛋 我就是一個星斗市民 你怎樣 你脫了 但我有死亡會鬼能力 你可不可以 我認識 我有女兒 Trayer 我有女兒 我就是一個混蛋 我有女兒 我超強 好 那我們這套 介紹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